來關心天氣資訊 今天是受到微弱北風的影響 天氣稍微涼爽一些些了 不過在花蓮跟台東 還是有出現橙色燈號 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另外雨區預報 同樣是受到北風的影響 今天水氣會增加比較多 您可以看到整個雨區變得相當的大 包括今天清晨西半部東北都有雨 不過要特別當心的是 在今天的午後 也就是在中南部還有中南部山區的 午後雷震雨的規模 可能會相當的比較大 會有劇烈天氣出現的問題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山區活動 一定要特別當心要攜帶雨區 不過這水氣到了明天就會趨緩一些了 提醒您今天山區活動要特別注意 未來一周會有著東北風暴 天氣變化相當的大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